日本人从古至今积德行善 这是讲述一个饥饿如愁的青年的故事 这个青年怀有强烈的正义感 坚决反对一切恶人恶事 一旦让他发现坏人坏事 他定会与其战斗到底 并努力为人间播种爱心善事 有一天这个青年被蜈蚣咬伤 饱受了剧烈疼痛之折磨 自此以后 他认为所有危害人类的生物都是人类之底 诸如蜈蚣蜂 蛇以及野猪等 这些毒虫猛兽只要被他看到 必定格杀物 日后一日 随着他消灭的各种害虫猛兽越来越多 他以保护人们生活安全的知名度 也对了一个 他慢慢的变得有些得意起来 从此人们开始一见到青年就变得老老实实 在青年面前也慢慢的不敢再做坏事了 逐渐的也没人敢再接近青年 青年注意到这点后 日常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孤独寂寞 而且人们的话题也总是围绕着青年的种种故事和传说 不知不觉中 青年的善心变成了坏人眼中专门针对人们的恶意 尽管如此 青年也始终坚持正义行事 随着这种影响力的扩大 再也无人敢同他对抗相争 青年逐渐发现 如果对人示意奖赏 人们就不会乖乖地遵从于他 于是 青年就只重用对他言听计从的亲信之力 还组建了一个与邪恶斗争的组织 此外 对于不服从自己的所谓愚人 青年会大力排除他 借助这些手段 青年逐渐手握重拳 后来 青年高呼着受制愚人 不如先发制人的口号 全身心投入了一场 顾高不止的战斗 由此 他成为统治国家不可欠缺的重要领域 青年开始从战略上分析当前的多国形成 一步步踏上了称霸世界的道路 在战斗中 青年节节胜利 战功标饼 当战争逐渐平息 告一段落 即将回到和平年代时 昔日战争的功臣们 却因和平的到来 而失去了依靠战斗扬明天下的机会 因此 示战者们把战争的矛头和舞台 从队外转向队内 不知不觉的 广大民众不满的矛头 开始纷纷指向青年 而青年则把反对势力 统统逮捕出以刑法 于是 广大民众对青年的不满 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他们联合所有不服青年的民众 一起聚集到了国王面前 他们向国王宣誓效忠 在宏家旗席之前 募集志同道合的人民 这样募集来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青年的拥护者们 就这样 民众轻而易举地战胜了青年 最终 青年的正义败给了民众的忠义 正义因价值观而产生 为贯彻正义所带来的权力衍生等问题 终究会成为重大争端的起因 多数国家因忠义败给正义 从而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实际上这是因为以忠义立国的国王 并不具备足够的德 来支持伸张正义 这两千六百七十五年以来 我们日本国却从未灭亡过 并不是我们没有危机 而是每次濒临灭亡危机时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 遵从忠义 积累大德 聚集在三面棋下 今天 日本的三面棋不仅仅昭示了德之重要 而且每个国民都在认真学习思考 何为有德 持德而行 用心做事 慈善待人 从而逐渐成为世界上 最为注重德行的国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